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着打着为什么冒了一个骷髅头 其实这个时候就死神要开大斩杀你了 其实死神要用的好的话 核心就在于这个一技能的一个死神镰刀用的会如何 如果非准的话一般就是能打人家怀孕的 一般来说的话死神的一个出装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一个角色编辑器 其实我的一个死神的话 哎等一下我把这个镰刀改一下是吧 镰刀不是我常用的 好大家看到我现在的一个装备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死神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出装 其实死神的话在前期的时候 他做一个打野红锤是一个必须要的 其实说到打野的一个出装的话 基本上都是属于红锤羽衣魔剑和三级鞋子 这三件东西的话都是属于打野的一个核心装备 然后我这套装备呢是属于一个比较中庸 比较平均的一个装备可攻可守 但实战里面的话当你打成一个优势局的时候 你可以出一个全攻击装的一个死神 但打成一个军事局或者一个烈士局的时候 死神可以反而出一个肉装的一个死神 只需要用你一个大招去斩杀对面一些关键性的一个英雄 然后获得一个团队上的一个优势 好这简单一个介绍呢就给大家介绍在这儿 接下来的话是一个实战的一个训练 好进入今天的一个实战练习 为了加高我们的一个平均等级 然后加高一个水平的一个等级的话 我是拉了一个看直播的一个小伙伴 然后现在的话我的一个玩耍群呢 就在屏幕上的一个左上方的一个角 然后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面的话 咱们打过广告以后发现来群里的同学是越发越多了呀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的 你想像作为一个神赵街新手的话 肯定是喜欢一个群里面有更多的一个老手去带是吧 这个老手带着带着的话 你这个信心就会提高很多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不懂的一个东西的话 有老人带你搭起来会轻松很多的 所以说新手玩家同学们的话 可以来我的一个神赵街玩耍群2512451 来跟我们一起玩耍开黑 这是非常的得劲儿的 好这一把的话主要是给大家说一下死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用法 跟他的一个强势的一个东西 其实在我们职业选手里面的话 更多的就是说对方一旦拿拓尔的话 另外一方十有八就会拿死神去打的 因为毕竟这一个神赵街现在唯一有空中杠可能力的话 就只有死神跟一个拓尔 所以说这两个英雄一般要么一起放出来 要么一起都是建那个棺材板就是放不出来了 然后呢死神配贝罗娜的话 一来这个不反buff感觉对不起自己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嘛 艾特你这么反buff到底是怎么去判断的 首先死神是一个一级S级的一个打野 贝罗娜呢作为一个一级的一个solo路的话 也是属于一个S级的 你两个S级的去打人家 只要有一个不是S级的话 就非常的轻松了 好现在的话我慢慢的悄悄的蹲一下 现在十秒钟的时候走过去应该差不多了 对面是一个蜘蛛跟一个树台 先秒这个蜘蛛 Hug掉了对方的一个封buff以后 直接拿到一个一血 可以看到对方一旦没有位移的一个神明的话 又是一个镰刀直接是定在原地一动不动 现在的话这里开局就直接反掉对方的一个solo跟的一个打野 其实这一波反buff不算是很完美 毕竟我的这个贝罗娜的话 他不算是经常反野的一个同学 所以说像贝罗娜反野的话 一定要生一个一技能 一技能它的一个好处在于你能减速对方 一旦减速的话 配合死神的一个镰刀甩在身上 对方就直接是要嗝屁的 这一波的话 对方封蛇是过来了以后 不要慌啊就是干了 我们都是双二的害怕他 直接是拿掉了对方蜘蛛的一个人头以后 一个镰刀是准备打这个封蛇 其实现在的话 死神的一个强势器就慢慢的显现出来了 一旦给死神拿到优势以后 他的一个鬼血球能力 立马就能体现出来 现在的话直接是拿掉了四个人头啊 这一分钟拿四个人头是什么概念 这也是属于你要打的凶 对方的一个失误 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了 在这几个视频里面的话 我都给大家教了一些打野的一些技巧 比如说打匹配当中的话 像路人匹配里面 你打的越凶 对方的一个失误就会越多 而且你用死神这个神面来打野的话 你打不凶你就别去用死神啊 死神这个英雄的话 就是真的是属于15分钟前面的话 你这个节奏必须要带出来 节奏带不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你打到15分钟以后 人家装备稍微成型一点 稍微有点血以后的话 你根本就是属于打不死人了 现在的话五级到时候 看一下我这一波杠克准备是 直接是杠克一下中路 其实我现在的话 是因为前期人头拿得有点多 所以说可以大大方方的 直接是踩这个封蛇了 直接这个封蛇 还是个一级踩下来的一个瞬间 借了一个镰刀 直接拿到他的一个人头 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就是属于 打优势局的时候不太会打 不太会去滚这个血球 在这的话 TED就要告诉大家 这一个滚血球该怎么去滚 然后呢我的一个个人风格 用死神在我的一个定义里面 就属于15分钟滚不到一个很大的血球 要么就是人家死 要么就是我死 所以说我的一个主动物品的一个出装 大多数都会选择一个闪现的 因为作为死神来说的话 只要我能到一个战场 能加入一个战斗 在前期的一个2v2或者3v3里面 我们都是有绝对的一个优势的 现在的话这个封蛇血量是非常低啊 我准备来一个绕后 但是呢算了 看一下绕后 现在我还是比较瘦弱的 就六级还是有点趴出事了 所以说反下对面的一些三鸟啊 或者buff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现在的话这个蜘蛛准备找我硬钢 我跟你说我都六级了 你还三级真的合适吗 这里的话对面西巴拉也是怪了 两个人是吧 两个人我有点不虚拟的 你赶过来一个镰刀 直接是打成了一个残血 直接是打得差不多以后 直接接了一个三技能 收掉一个人头 时辰有一个技巧就是说 在你杀了一个人以后 你的一个技能会刷新 所以要趁着刷新的时候 你要不停的去找对方 刚一步正面 现在的话睡神在我旁边 中间这一个封手的血量是非常低 但是我想一下这里踩下去 我就活不出来了 与其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球尾一点 首先呢我是7-0的一个人头的一个局势 我要去跟他换人头 肯定是我亏的 这的话直接从后面闪现上来 拿到了一个人头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 打也特别像死神 我们要这么去算账 一旦你死了的话 就等于说战场上的一个20秒到30秒 你的一个经济是不会增加的 然后你的一个等级 跟一个拳掌杠克的一个节奏 就会拖慢 所以说像这种去考虑的话 死神在前期 尽量不要跟对方换一个人头 你要做到的 就是不停的去拿对方的一个人头 这一波杠克完了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家 然后装备的话 直接出一个大洪锤 然后很多朋友看到现在就会问 Ted你为什么要出一个 这一个加蓝的一个主动物品呢 因为一般死神的一个主动物 那个出门的一个装备的话 要么就选择一个大镰刀 要么就选择一个冰锤 或者一个二级鞋 而我选择的这一个回蓝的一个装备的话 更多是考虑的是 线上的一个杠克的一个续航的一个能力 死神回血呢 大多就是用一技能的一个镰刀去回血 另外一个就是说打线上的一个冰 或者打野区的一个怪来回血 所以说蓝方面的话 我一般不喜欢去带一个蓝瓶 而是直接喜欢不停的去拿一个杠克 现在的话抓到对面的一个矮子在这想跑 这一个镰刀是收下了一个人头 现在的话我的一个大招刷新了 可以好好的去把对方的一个野区全部刷掉 然后中路的一个蜂蛇赶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踩他了 其实死神打这种菠菜东也好 或者是蜂蛇也好 是最开心最开心的 因为这两个神明的话是没有一个位移 虽说他爆发高 但是我们的一套连招 在中前期的一个伤害简直就是要爆炸 好 现在是收掉了这个蜂buff以后 看一下中路 中路这里是人了 说好的蜂蛇你人了 这里的话去看一下 没有人的话一个镰刀把这个冰线先推了 右边的话 现在这一个局势是不好杠克的 离我有点远 但是呢我们ADC跟辅助上线以后 还是有机会可以来个强杀的 中路蜘蛇在 现在我们的一个脑子里更多的 就是去想一下对面的一个位置了 现在看了一个蜂蛇直接是踩下去以后 收到了这个蜂蛇的一个人头 先用死神的话 更多的就是抓着那个软四十年 像前期蜂蛇是比较弱势的一个神明 我们就是对着他打 让他是没办法成长起来 我们要把他扼杀在那个摇滥里面是吧 好现在的话是继续反对方的一个buff 这里碎神在这的话 我也懒得理他 先用死神 一旦你能把对方的一个buff全部控制住 接下来的一个走势的话 我们就会非常的明朗了 现在这个碎神直接是一镰刀 直接甩死了以后 蜘蛛你跟我单挑是吧 我这里是加了一个二技能以后 磨免所有的一个 一切的一个减速的效果 一旦他的一个血量到了我的一个斩杀线的话 我就有一个速度的一个加成 这的话蜂蛇在后面直接 撞起了一个龙卷风 你想跟我跳是吧 一个镰刀直接甩了他三分之二的一个血 然后随便一碰他 就直接收掉了一个人头 死神的一个技能运用的话 我一般是这样的 你用死神用的好不好 主要是看这个镰刀甩的准不准 按照一般的话来说的话 镰刀飞得准他是镰刀 飞不准的话 你就是飞一个飞盘了 一旦飞盘飞准了的话 到达一个斩杀线以后 你要百分之百能把对方给收掉 就保留一个三技能 然后用三技能来收那个人头的话 十有八九都是能拿到的 现在的话前世已经构出一个大红锤了 死神的一个核心装备 首先是一个三级鞋 你跑得快才有几率去杠割掉对方 然后第二个装备的话是必出大红锤 剪完CD配合你的一个大招的话 你的一个杠割成功率会高很多的 用死神来说的话 一般你就是要想着 自己就是这一场前期最屌的一个生命 所以说你遇到对方 首先你不要慌 一般来说的话 15分钟以前 所有人碰到死神 都是属于要下尿的那种的 现在的话我们闪现在手 还有一个大招 只要有战场的地方 就有我们收人头的地方 现在二技能一开 这里有个蜂蛇直接起大 我的目标就是踩这个蜂蛇呀 蜂蛇你往哪跑 直接一踩晕了一个一技能 直接打成一个残血 收掉他的一个人头 我这已经超神了 这里的一个蜘蛛的话 碰了他一下 然后配合一个镰刀 直接是搞死 对面稀巴烂是准备往家里跑 我跟你说 一般来说的话 我这一个杀红眼泪后 就完全不管了 这是收掉稀巴烂以后 继续往前冲 这一个碎神想往哪里跑 我这一个大清草 八分钟就月凤凰 也是属于有点跳 所有的同学们看视频 那个模仿虚喜剩 你这个那么早月凤凰死了 那真的不要怪太多我了 现在的话 这一个对方双人路 已经是差不多打崩了 风蛇的一个等级 已经压的 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等级了 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的话 对方只要敢现身野区 我们马上就可以到场 对方现在想杀我 肯定是不可能了 一般来说 一个镰刀回两三百的一个血 对方的一个输出能力 还没有达到能打死我的一个境界 好 说回一个出装 像我现在的话 因为大孙风局的话 我就直接把三级的一个闪现给出出来了 我这个闪现首先是要帮助 我能更快的时间来个Gunk 其次呢 我这个一到场的话 对方肯定是要跑来说了 现在大招式直接是踩风蛇呀 我先要杀蜘蛛再来杀风蛇 现在的话是越打越凶 我现在一个等级是非常高的 杀了对方以后 我有办法回血 所以说也不怕这个来顶塔了 现在一个局势就是属于人家 被我们完全压在一个半仓以来 对方四个buff完全是我们的 对于我们整体团队的一个经济 和我个人的一个等级来提升的话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了 再把对方的一个封buff一反 对方的野区就是我的野区 这是死神的一个名言呢 也是用死神的一个座游民 现在的话这一个矮子想走 直接一个镰刀打成一个残血 现在贝罗娜的话 是往前面再冲 他收掉这个人头以后 我可以慢慢的再去把这个蓝buff给反掉 其实现在我们的一个局势 也是非常明朗的 在十分钟的时候 已经打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特别像死神这种神明的话 一旦给他获得优势以后 我们可以各种约塔杀 现在准备起大杀这个风蛇了 来 起大准备去叶巴掌 把他给个消死 直接是踩下的同时的话 对面是十分钟就选择了一个投降 这一把我是利用前期反野的一点小优势呢 然后把这个小优势 扩大成了一个滚雪球的一个能力 然后打到后面 我这个雪球是越滚越大 谁也阻挡不了我了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 死神你的一个注意力不是要和平的一个发育 你是要不停的去让战场打起来 战场打起来以后 你才有机会把对方给收掉 然后收掉的话 你这个雪球才能不停的滚起来 用死神一定要记着 你杀人的同时CD会捡很多的 所以说遇到对方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话 一旦你有把握杀掉一个 你也不要怕其他两个 因为死神刷起这个CD来 他是非常的牛逼了 好今天的这一个W教室的神赵杰系列呢 就为大家解说到这儿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呢 希望大家多多在匹配里面的话 死神用的是要飞起啊 也希望大家平时匹配遇到我 下手轻一点 我这个熊脸我得护好了 好今天的视频呢 就为大家解说到这儿 希望大家喜欢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他们拜拜